D100 天變地變 講真話 行公義 浩年文 不改變 由2023年11月20日開始 呼應D100 新聞天地 推出全新節目 星期二 星期三 晚上7點到9點 彭晴 陳國明 首次攜手合作 晚餐新聞 D100 可以做的 進做 天變地變 講真話 行公義 浩年文 不改變 經濟又離不開政治 但政治又離不開經濟 這幾年裏 其實都好像一個很大的困局 不過市況如何 總是有人看得見 柔子革命的好處 雖然我們感覺上都是悲觀的一族 我們都盡力提供一些意見出來 告訴你不是 面對現實 但我看到有人就大手投資 在香港就好像想重現昔日的光輝 搞一下大富豪 是呀 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立即將它 我們有個群組的晚餐新聞 告訴大家 我相信今天其實有很多朋友 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都會覺得 竟然會這樣 如果你在香港生活 一段時間 你有聽過大富豪夜總會的話 都知道以前在尖東威震四方 日式夜總會 郭明以前在香港 超級流行 代表大家什麼 跟現在的市況差很遠 以前就是什麼 今天市場賺到錢 今晚我的 等我來 除了請吃飯之外 你們各位男士 當然要去玩玩 這也是應酬的地方 是嗎 紫序金迷 是嗎 經常都是這樣形容的 但是這些光輝歲月 正所謂的 香港以前的 這麼微爛的生活 這些 開人不淺的 這些地方 總之都經不起這個時間 考慮都收拾了 但是現在竟然 市場說最新消息 有人乘租 新的租客 140萬乘租 就說會做一些娛樂場所 用夜總會模式來經營 哇 打造香港新地標 說大富豪夜總會 從現尖東 今天推到標題 是 我馬上嚇一跳 你嚇一跳嗎 誰的財團這麼看不開 你想想 用月租百多萬去承租 然後說 只要去做個裝修 都應該預計要投放幾千萬 幾千萬 我經常都說 你將它搶光做銀仔 扔進咸水海都聽到咚咚聲 對吧 你知道在這個時空 是否還可以這樣做呢 不過我想最實際就是 跟我們剛才說的市況其實有關 你想想以前 去到大富豪 說這個紫醉金迷的生活 是那些人會覺得 天天賺到錢 晚上當然是魚翅拌飯 是啊 新同學 不過 你想想想 這個時空也說 不要吃刺 對吧 還魚翅拌飯 現在天天哪裏還可以 賺到這麼多錢 然後晚上先去 無上限的消費 這個已經不是2024年香港的環境 是可以支持得到的一個消費模式 以前外國的蠔客會來 內地的蠔客會來 現在內地 因為為什麼可以去這些地方高消費 出公訴 難道是自己暗河包嗎 你想想內地現在還在說 樸數的消費 是啊 反產婦 隨時你出入去 那怎麼辦呢 雖然現在我們沒有一些主流的傳媒 但是如果找一些小狗隊 在那裏外面捕一捕的時候 誰去誰去 不要說有沒有一些壞東西拍到 只拍到你出出入入 都已經有很多新聞可以做了 似乎這一種這樣的消費 或者這一種娛樂等等的模式 都要時代 很大膽 很大膽 為什麼可以將一個脫節的事 你將它不脫節地搞呢 如果這個成功的話 都挺是寫一下香港夜場的研究的新一頁 是值得去研究一下 現在也值得研究的 研究一下 為什麼 基於什麼原因 我想這麼大壓的投資 你一定做了市場研究的 你因為看回香港 我們不要說這些夜總會類 你連普通那些所謂的disco 夜場 甚至乎你去南桂坊看看 你看到那個情況 南桂坊那條街熱鬧到這樣 你都還敢在尖沙咀弄回檔 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勇氣 我相信都是我們經常說的說法 這個是你被冠者 他都應該看得到 由事及經帶來的好處 這個真正夜繽紛 如果是做得到的話 搞回夜市 夜市就是這樣來的 有時候真的 當然不只是在一條街兩條街 做一些夜市 這些就是有生意的 夜總會那時候輕盛 一間一間開 現在可不可以這樣大樊 但問題就是 除了經濟環境 可能我們悲觀之外 其實日後有機會推行自由行 一籤多行 遇到很多遊客前來香港 那這個一籤多行的客人 是不是真的對準了這一班 是不是真的一籤多行 就是這些所謂夜場消費的 其中一個很大的顧客群 真的 我相信內地 不要他是不是一籤多行 本身內地的消費者 或者內地的旅客 都肯定不會想走去夜總會裡面 一來他們的關係 其實就是花少錢 對不對 那除非你說不是的 到時我們的特區政府 將它列入為那些深度有的景點之一 你看看可以進去考究一下 我們香港的夜場文化 可能都會吸引的 但是都不會 你可能很難想像 如果他們講這些夜場消費 就是不如我回內地 價錢又再相移很多 那一來一回 那我就更加不覺得這些內地客 是會想在香港 就走進去這個客戶大富豪裡面 所以都是一個很大的謎傳 很難搞 很難搞 但是對了 就是剛才我們都說這些 就是上一個世紀 真的很好 說不好聽 就是夜總會 就是上一個世紀 一些是產物 所以你說今時今日 將這個方程式 再擺在現在這個年代的話 到底會 可不可以令到香港 就是 哇 有再度風光的一面 我不是說現在不風光 但是因為那種風光和這種 就是 嘩 危紅燈 是 紙醉金迷 剛才所說的 魚翅拌飯 賺大錢 豪客等等 現在 就是那個距離 還是有點遠 我們原來就是用一個過去的舊的套路 在那裡 就想著嘗試重現那種昔日的光輝 我覺得其實在影射我們今天香港的時候 我也有這一重的思考 就是 無論我們想的 我們的經濟市況 我們整個城市的狀況 好像都想重回昔日某些美好的日子 或者甚至乎美好的光輝 但是我們會不會其實都要接受 有些東西過去了就是過去了 雖然我們可以重現光幕 但是不可能用以前那條成功之路 去複製在今時今日的裡面 如果我們再用舊的套路 你想想整個股票市場 現在都說 以前就說的 以一些的 譬如以地產事業等等的發展為主 現在不是 現在都可能說的 要一些創新的科技 才是最值錢的一些行業產業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與時並進的話 幾乎是等於那件事 是和失敗劃上等候 當然我沒有辦法 就是很肯定很權威說 不是這個一定失敗 不過似乎人類的進步 都是要不斷地推陳出身 我相信夜場的娛樂消費模式 其實都一樣要這樣的 以前喜歡這些大富豪式消費的那些消費群 他們都已經成為上了年紀的人 年輕人會不會這樣 年輕人都不是流行 就是一晚花這麼多錢 固然年輕人都沒有這個 現在這一輩的年輕一群 沒有這個財政的能力 就算有我真的寧願去外地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用不同的消費方式去使用那些錢 而 rather than去喝一晚 然後發現第二招 要財散人安樂 那不是一個 我也挺肯定 不是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是的 所以那個玩法 如果是照抄的話 就是那個成功率到底是怎樣 都是一個謎團 但是你說是一個新玩法 現在都不知道 是的 只不過標題就是 就是將大富豪夜總會 就將它重現這個尖東這個說法 可能真的有些新的做法 這個大家都不頂 我覺得很簡單的 就是市場是過去這麼多年 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 只是一個供應需求 有人去消費 就自然會產生那些的店鋪出來 多人走 自然就會覺得 這裡有生意站 那我就選擇在那裡開店 開分店 甚至乎因為這樣 除了逛街買衣服之外 你也要吃東西 於是有食肆 其實是一環靠一環很自然地 我會形容這個是一件很有機 產生的事情 一個城市的發展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那些人來到一個地方去開芳 隨著更多的經濟活動產生 那就很自然地衍生出不同的 一些經濟的需要出來 所以除了有衣食住行的 那就一定會產生 譬如飲食 然後高檔的消費 你不單止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你還買一些欠缺的東西 買一些高檔的用品 於是又對於那些店鋪有供求 你越能夠賺錢那些 你就越可以用一些更高的租金 去承租某些地方出來 但是當核心的問題就是 如果人沒有了 我都不去那些地方 就好像不一樣的 所以一些遺跡就是這樣去產生 你如何回去 重新令到它活化 最簡單就是吸引的人 現在我們從頭到頭說來講去 就是你吸引不了些人 對 很多凶舖 很多吉舖 真的很老實 真的很恐怖 其實不單止那一個月 很多周圍周邊 譬如不同的一些區 裡面一些比較大型的商場 都會多吉舖 街頭有多吉舖 除了尖沙咀 銅鑼灣 滾仔 过去街上有很多人 现在的人未必是少了 但那些人不是一些还会留在楼面上消费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改变了 到底这个大富翼总会重现尖东的话 会不会重振当年的声势呢 不要说当年的声势 搞好当行在地的经济 都已经是一件好事 很好奇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投资 他们的做法是怎样 要靠大家多些找不同的资料 告诉大家八下回来 让大家知道多些才行 我会有一个预告 我就觉得这样的投资开大富翼 会不会有机会最后烂尾呢 不是吧 是有可能的 我们走着潮霸 对啊 这个可能是吸引人才的机会 真的要很多人 对不对 哈哈哈哈